哈嘍大家好 今天影片呢 快速的跟大家講一個消息 就是GRAB GRAB GRAB這公司 不一定每一個人都聽過 但是呢 我必須說 GRAB在東南亞 是非常非常大的品牌 在東南亞這個區域裡面 應該算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甚至有很多的後進者 把GRAB當作是頭號目標 同時 Uber曾經想要去 怎麼講 去進攻這個東南亞 GRAB 就GRAB把它幹掉了 所以相當相當不簡單 然後GRAB這兩天 登陸了納斯達克 所以我們就來快速看一下這個消息吧 各位請看一下 右上角 這個就是GRAB的Founder 那我這邊簡單的介紹一下它的背景 所以如果說 今天你對GRAB很熟悉的 那也謝謝你的觀看 那如果說你不是很清楚的話 這個短短的 你就可以知道是怎麼樣一回事 Servia 2號 被稱為東南亞第一家美團的巨頭GRAB 通過這個Spec 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那股票代碼為GRAB 待會我也會把這個線圖給大家來看一下 GRAB創立於2012年等於是10年前 那它集合了多重功能的一個平台 訂外賣、叫車、買菜 集合了美團滴滴、河馬身先閃送的功能 那GRAB也成為繼東南亞 小騰訊 SEE之後呢 第二家在美國上市的東南亞 互聯網的企業 GRAB在滴滴10年前由華裔的陳炳耀 Ansonity Town 那各位可以看 很年輕 非常非常的年輕 在宇晨慧琳在馬來西亞創立 現總部位於新加坡 業務遍及於東南亞大部分的地區 因為我知道我們這個頻道 也有不少是馬來西亞的粉絲 那我這邊是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曾經看在很多很多很多地方 當然我這個也並不是說說馬來西亞就不好 但是我想如果說今天你是馬來西亞粉絲的話 你應該可以說出非常非常非常多 比我還要更深入的一些見解 我所知道的是 很多人說原本這個成品要在馬來西亞 想要去做這樣的一個生意 可是因為當地的一些 後來他們就選擇去新加坡 因為我們畢竟我們不是政治台 所以說就快速跟大家跳過 那這Grab目前在東南亞400多座的城市 去做運營 其實應用超過2.144億億次 應用的下載 然後1.8億的使用者提供服務 Grab真的很好用 包括我我自己也是有下載它的APP 我也是常常在用 那本土特色它做的特別特別的好 像你看Uber 它一進來就感覺像要高端 對不對 可是東南亞就是還在發展 東南亞並沒有說它像東京 或者說首爾 香港北京這麼的先進 對啊 所以本土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在東南亞隨處可見的 比如說都督車 都督車就那個小型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像印度 尤其是印度進來的都督車非常非常多 摩迪 單車 是比計程車更受歡迎的出行方式 所以各位我這邊也是順便跟各位講 如果說今天一個企業要出海的話 本土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像我就講個比方好了 很多歐美企業到中國大陸 然後很多人就說你看歐美水土不服什麼東西 可是很多中國大陸企業一出海 一樣水土不服 所以五十步笑百步 我只能這樣講 如今Grab把重心放在金融的服務上面 金融服務的增速也超過打車的服務 那Grab最大的股東為軟銀 軟停銀Softbank Uber 你看Uber很聰明啊 打不過我就加入你了 所以資本家沒有永遠的敵人 我今天跟你是敵人 明天 靠我打不過你 我就加入你 就這樣子啊 這資本嘛 那滴滴持股7.5 所以滴滴也聰明啊 他就不要從頭再來嘛 他直接持股不是最快 那豐田汽車也持股 那創始人呢 他們兩個 持股了3.3% 但投票權高達60.4% 公司的市場涵蓋東南亞八國 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 然後服務涵蓋區域約6.5億的人口 那雖然我跟各位講 雖然東南亞這個人口看起來沒有像中國大陸這麼大 或是說沒有像歐洲這麼大 可是東南亞畢竟非常非常的複雜 誰能夠統治東南亞 我覺得那也是相當相當不簡單的一個大老闆 那這個就給各位參考了 這是Board of Directors 就是Grab他們裡面自己的一些股東 那正好是Grab的線圖啊 那很奇怪欸 一宣布在納斯達克上市啊 結果一個大綠K 我在想啊 會不會有可能是他們內部的人 好比說有大量的一些一級市場的持股 然後能夠登陸納斯達克 趕快賣一賣 套現啊 我覺得這個也是蠻有可能的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個人覺得因為Grab現在他可能在東南亞是非常非常知名 可是呢在美國人還不一定知道他的名聲對吧 所以我個人覺得他交易量還並不是很大 那如果說真的要去買他的股票的話 我建議還是等他再過個半年一年 等到他根基站穩了 然後聲音模式沒什麼問題了 同時呢他股性也比較漂亮 那個時候再介入我覺得會是比較穩健的一個做法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主要就是講一下跟大家聊一下 這個Grab登陸納斯達克 那這個就讓我反倒想起來 那Uber啊 那Uber在美國好像非常非常厲害呼風喚言 就Uber啊 你看到中國大陸也不行 到台灣嗎好像也不太行 到香港嗎好像也是麻麻地 然後呢到東南亞吧 又被這個Grab打到後來也只能加入Grab 所以說真的 你看即便Uber好像是西方的霸折 可是呢只要到一個地方 很可能他就水土不服 那國家跟國家地區跟地區 也常常有水土不服的這種情況 所以做生意沒有那麼簡單 那我這邊呢我也是希望Grab登陸這個納斯達克之後呢 有怎麼講一番作為吧 然後也希望未來可以成為亞洲之光 好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知識收看 我們下次見拜拜